我們今天要來測試那個0到100的加速啦 就是原廠未改 那只有改ECU的那個外掛光油電腦 那其他的排氣管什麼的都還是原廠啦 不過我有裝一個KN的那個高流量濾芯 那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上班前來試一下0到100加速 看跟原廠的成績是不是一樣 還是有一點差別還是怎麼樣 我們來測試看看 測試的結果是還不錯啦 原廠的話0到100這台是6.3秒 那畢竟十多年的車子了 多少會有點衰退啦 那我現在這支機油也跑了差不多5000公里左右 那在這些條件下 用外掛的ECU來測試 剛剛這樣子用OBT輸出測試 那也用影片紀錄了秒數啦 大概是5秒左右 5秒多一點啦 應該是可能5.2 5.3吧 沒有精算啦 不過OBT輸出跟影片大概都是落在5.2到5.3秒之間 比原廠的話就是進步了1秒鐘 那我覺得還是有空間啦 只是說過陣子再來優化一下 因為現在也很流行優化那個原廠它這個變速箱啦 還有一些公油模式的一些 還是有地方可以再調整看看 那就下一次我調整看看 再來做個測試 沒什麼 沒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